新华社智利瓦尔帕莱索12月8日电记者挡起江山, 执行和谐使命2018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传8日圆满结束对智利的友好访问, 离开瓦尔帕莱索港喜城回国, 访问期间,和谐使命2018任务指挥员分别败会了智利海军参谋长和赛里维拉中将, 国家舰队司令豪尔特乌加尔德少将等将领, 李维拉说,虽然至中两国距离遥远, 但我们是隔着太平洋相望的友好邻居, 两国海军的密切交往,为两国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 和平方舟参加了智利海军成立二百周年庆典国际海军越舰式活动, 与多国海军水门舰艇,潜艇和飞机同台亮相, 智利总统皮尼拉出席活动并检阅, 数以万计的民众观看,和平方舟官兵的精彩表现, 赢得各方赞誉,和平方舟官兵还参加了2018拉美国际海市防务展和智利海军炮兵成立一百二十六周年纪念等相关活动, 观摩了智利海军简在救援演练,和平方舟组织了舰艇开放日, 接待多国官兵,当地民众,华侨华人等一千五百余人登船参观, 中者海军还护派官兵登船参观学习,进行足球友谊赛, 增进彼此了解与友谊, 中国驻智利大使徐步在使馆为和平方舟举办的招待会上表示, 和平方舟首访智利,并参加智利海军成立二百周年庆典活动, 显示中方对加强中至两国海军交流与合作的高度重视, 和平方舟的友好航迹,彰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的崇高形象, 为促进中至两国军事交流,推动中至友好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